加藤死后被迫参加一场残酷游戏 最核心的规则就是 拿到的分数越高奖励也就越好 要是幸运拿到100分 就能获得三选一的终极奖励 一得到一把超级武器 二复活死去的队友 三离开游戏在现实复活 这个游戏主要以战斗为主 一些白鬼夜行的场景也不需要过多的雷数 所以接下来请欣赏最燃的几段战斗吧 战斗一 阿当大战牛头蝎子怪 一只牛头怪探头而起仰天长相 对面一个超大机甲也缓缓现实 而这个驾驶超大机甲的就是阿刚 一个七次拿到100分的男人 不过牛头蝎子也不是吃素的 眼看有些不敌 阿刚只得缩小体积专注攻击牛头蝎子头部 最后成功拿下这场战斗 战斗二 血战大天狗 这段算是全剧最让人病住呼吸看完的一段 所以便不再过多的旁白 经过惨烈的战斗 最后也是以同归于尽结束 战斗三 光头墙 别看光头墙手无腹肌之力的样子 回头来看基本可以用不死之身来形容都不为过 首先出场就挨了一刀反而分出多个分身 然后又变成了一个组合怪物 此怪物有些另类也就不多展示 即便被打成了渣渣 又很快地复活成了一个骷髅牛头怪 当然能跟光头墙对战的只有最强的阿刚 阿刚一套行云流水的攻击过后 光头墙被打出了第三形态 这下阿刚就完全不是对手 最后只能放出烟雾弹寻找机会 利用偷袭成功击倒光头墙 但是阿刚深知光头墙的厉害 连最后的捕刀都不敢 当家藤想捕刀的时候 光头墙又化身成了骷髅战士 一拳打的家藤生活不能自理 转身就去找阿刚继续打架 一眨眼的功夫光头墙就出现在了家藤背后 阿刚的结局也就不言而喻了 面对不可战胜的光头墙 阿刚以自身为诱饵 远处的队友进行远程狙击 光头墙无法判断出狙击守位置 只得进行无差别攻击 最后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 成功地击败了这个不死的光头墙 故事的最后家藤也如愿地拿到了一本